与中国颇有交集的AIM-9空对空格斗导弹 是一条什么样的响尾蛇 在美国使用的各种空对空导弹中 AIM-4猎鹰系列早就弹出历史舞台了 AIM-7麻雀系列也已经彻底被AIM-120所替代 改行去海军当舰载防空导弹了 只有AIM-9响尾蛇系列 从40年代末至今一直在不断更新 成了空对空导弹里边一棵长青树 并且这种导弹跟解放军也是颇有交集的 在AIM-9系列导弹中 除了AIM-9C是使用雷达半主动制导的 其余家族成员基本都是红外制导的近程空对空导弹 可以说是近程空对空导弹的代表之一 这一类导弹大多是通过弹头上的红外导顶头 感受目标飞机上的热源 比如飞机发动机喷口 让导弹始终瞄准目标直至命中 只不过不同国家不同型号导弹 在导引头设计上存在过差异 早期设计是使用了调制盘 然后让目标投影在调制盘上 通过调制盘的透明和不透明的部分 来提取目标的偏移角度的 后期就采用了四个传感器单元 做核差矩阵来分析一下目标偏离了导弹轴向多少度 美军最早的AIM-9小尾车导弹 是美国海军在二战后开始研制的 1956年率先配备在美国海军舰载机上 到了1957年以后 就被美国空军逐渐接纳 从此这个系列成了美军通用的近程空对空导弹 越南战争前期 美国空军曾经认为导弹时代机炮已经无用 因此空对空导弹 就成了当时美国空军F4B战斗机的唯一武器 但是AIM-9B这样的早期的响尾车导弹 以及当时的雷达制导的早期麻雀导弹 性能都不可靠 容易受干扰 对付越南空军的战斗机命中率比较低 所以在越南战争期间 有的美国空军飞行员 干脆把导弹当火箭弹 对着目标大致方向 打一个骑射之后掉头就跑 剩下的事就求上帝保佑了 倒是越南空军用苏联提供的 仿制响尾蛇的K-13导弹 对付美军轰炸机战过破风 毕竟美军那些个B-52轰炸机 都是笨拙的大目标 当然美军手里的响尾蛇 也有打得很准的时候 中美曾经在海南岛上空进行空战 当时解放军的飞机 咬住了一架美军飞机 而那架美军飞机的辽机 为了救驾就绕到了解放军的身后 发射导弹打算攻击解放军 这枚导弹就把前面的美军掌机 死死咬住 一举击落 堪称是响尾蛇的一段佳话 再往后 到了七八十年代 随着技术发展 红外制导导引头所使用的材料和原理 一直都在发展进步 灵敏度就变得越来越高了 从只能在很近的距离上 在目标后方尾追攻击 发展到能够从目标的任何方向 实现全向攻击 而导弹的飞行控制能力增强 也让导弹发射离轴角变得越来越大 增加了飞机的格斗能力 所以这一类导弹的实用性能 也在不断提升 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AIM-9家族 不断改进后的 AIM-9系列导弹 比如AIM-9L 以及此后的各种改型 在中东战争 马岛战争期间 就表现的开始变得非常殊涩了 现在最新一代响尾蛇是AIM-9X 和前几代不同的是 AIM-9X采用了热成像导引头 不再是把目标当成一个发热的亮点 而是能够看清楚目标的整个图像 这样用传统的热焰弹干扰 就比以前难多了 这个也是当今 红外空对空导弹的主要发展方向 AIM-9系列 除了美军自己使用以外 还随着美军外销战斗机大量出口 台湾空军就是最早的AIM-9用户之一 台军曾经希望凭借这种当时全新的武器 在空战中压倒解放军空军 解放军一开始并不了解这种导弹的存在 所以1958年9月24日 在温州以东空战的过程中 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王四仲 在击落敌机两架之后 被后方敌机所发射的响尾蛇导弹击中 后来控制不住飞机 壮烈牺牲 不过当时的响尾蛇导弹也并不可靠 事后发现有一枚导弹落在了浙江 被群众捡到了 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具备 对这种武器进行仿制的能力 就把这枚导弹交给了苏联 也就催生了苏联版的响尾蛇 就是被北约称为AA-2环交的K-13导弹 中国在引进K-13之后 仿制出了我们自己的霹雳2 所以可以说 早期的AIM-9响尾蛇 也是中国空对空导弹的启蒙老师之一 只不过 中国自己的霹雳石空空导弹亮相之后 说明中国空空格斗弹 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 已经摆脱了AIM-9系列留下的影子了 好 感谢收看我和百度百家号共创的精品栏目 军武大案馆 欢迎百度搜索AIM-9响尾蛇导弹系列 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 苗东百科 硬核科普